上周三美国联准会议席 宣布延长6月底到期的扭转操作OT到年底 会议并未提及QE3市场希望落空 加上联准会下调今年美国经济预测 周末前公布的中国欧元区及美国公布 制造业数据也显著回落 环球避险气氛重现 商品价格带领被美货币下滑 欧元由最高1.2748美元 一直回落至1.2520美元 希腊顺利组成新政府 脱离欧元区的风险大减 但新政府仍需与欧盟政府继续谈判 要求放宽检次目标的实现 预期投资人在本周欧盟峰会前 将趋于谨慎 短期欧元波幅为1.24到1.28美元 英镑汇率反复偏弱 英国央行可能加大量化宽松的金额 及信品机构调降英国在内的环球银行信用品等 均导致英镑成压 短期的波幅为1.5450至1.5850美元 澳币跟随商品价格盘整回落 到接近1美元的位置 跌幅为2% 短期澳币继续受中国因素 以及环球经济需求影响 预期本周波幅为0.98到1.02美元 纽币受惠于第一季GDP 获得5年来最快的一个增幅 上周大部分时间徘徊在0.79美元以上 但最终受商品价格回落 拖累下跌 短期波幅为0.7750到0.8150美元 本周投资人将关注周四及周五欧盟峰会的结果 预期市场会持续受欧债消息的一个影响 市场对于此次会议不济予厚望 因为德法领袖对于解决欧债危机的一个方案 仍有分歧 两国将在峰会前面会 若真的有正面的一个消息公布 可能会刺激市场气氛转好 美国本周经济数据不多 较受关注的是本周是第一季GDP的宗旨 另外法院将审议总统欧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 若法院推翻全部或部分方案 可能将减轻中小企业的一个负担 支持美国经济的一个增长 我们六个月之后 再继续装改善了 大笔 再继续装改善了 变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